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知名流行乐团5月天举办全球巡回演唱会,粉丝疯狂抢票,却传出有民众在非官方网路平台买票,付款后却没收到票,刑事局今天呼吁购买票券应查明官方售票管道,避免购买来路不明的黄牛票,才不会衍生诈骗或纠纷。 此外也公布最新的宣导动漫,透过梦幻美少女造型的聪明买家提醒网购组盛房解除设定诈骗。 刑事局初步统计,从今年10月1日至11月24日直,付款购买5月天门票却未收到票券的诈骗案件总共有59件,分别透过脸书票券交易网站和拍卖网站买票遭诈, 许多被害人甚至表示根本不知道某些票券交易网站并非官方售票系统。 警方呼吁民众买票前一定要查明正式的官方售票系统,以免受骗或买到假票或高价黄牛票。 此外,由于过去曾发生部分官方售票系统遭骇客入侵,导致诈骗集团掌握交易资料之后,冒充售票系统客服人员, 谎称物定为12张票,要求消费者操作自动提款机来解除设定。 刑事局特别公布最新的宣导动漫来提醒民众,若来电显示前有号, 后面却是试画号码即为篡改过的诈骗电话, 且勿依照指示操作自动提款机或购买游戏点数。 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查询。 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方诈骗张线165,报案张线110。